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动中美贸易战 发动中美贸易战之后 当时基于是不公平的贸易 但是彭斯副总统有三次讲话 其中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 就直接对中共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抨击 并且第二次接受采访的是 他说了 如果中共不改行跟张 那么中美之间必然会爆发冷战 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 他仅仅只是为了贸易吗 中美贸易战 我们刚开始觉得川普是一个双人总统 那么他打这场贸易战 那么目的很明显 就是说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美国吃亏了 贸易不平衡 他要把这个贸易平衡过来 这是打贸易战的最初的一个动因 那么随着贸易战的深入啊 那情况就不对了 这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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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出现了制度 中美两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制度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制度 在这以前 在川普打贸易争以前 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 当作双界 学界 都存在着严重的对中国的误判 他们认为就是两个不同的制度 也可以做到非常公平的贸易往来 是不是 而且又可以通过这个贸易的往来 来逐渐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 等等的生态环境 使中国逐渐逐渐纳入到文明社会 跟世界的机会 但是这三十年来 西方政府看走了眼 西方政府看走了眼 但是说句难听话 我们民运从来没有看走眼 在这四十年来当中 民运 朋友 多少次的 在有 国会也好 通过种种种种的渠道 向西方 这会 告解西方生活 中国 不可能 通过你们这种方式 走向民主 走向自由 跟世界文明 机会 但是 当时的西方 西方世界 政界 双界 学界 都是一厢情愿地认为 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为什么 他们被经济上的巨大的利益 是蒙蔽了眼睛 那么 时至今日 川普 川普还是从 这个双业利益上 来提这个问题 那么 刚才你提到 彭斯总统 就是明确地 把 西方社会 对中国 政策的 反使 的结果 说出来 但是 彭斯总统讲话 我们民运朋友可以说 是欢欣鼓舞 但是 彭斯总统讲话当中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什么致命的问题呢 他就是 他是 还是希望 中共的领导人 回到 邓小平 时代 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政策 这一点是 又是走人了 一个误局 为什么呢 现在的结果 就是邓小平 改革开放的结果 其实说到底 习近平走的 这一套路 不是说跟 邓小平 完全想走的一条 不是的 他们还 形式上看上去不同 但是 国之理 还是一幕一样 都是 为了 维护 中共 一党专政的 统治 一党专政之下 那么 陶武林们 一直已经给了 做了最好的回答 就是 是老百姓的灾难 是 社会的灾难 国家的灾难 那 肥了的 拱固的 是他们 权贵的 那么 彭斯总统 还是希望 中共 再回到 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道路 那么 可能 如果说 回去的话 假如回去的话 那 可能 又要通过 40年 可能更长的时间 再一次去 认识中国的问题 陈先生 您刚才 谈到了 彭斯副总统的 讲话 其实当时听到 我也感到很 振奋 但是我没想到 那么深入 因为您提到了 一个 回到 事实 邓小平改革开放 这个道路上 当时我的想法 我觉得 彭斯 可能 还是 还是像 党内民主派一样 是吧 希望你回去 确实是这样 就是习近平 今天之所以 采取 一系列的方式 集权 或者是 选择性反腐 其实他跟 邓小平也有相同点 他都想维护 这个红色江山 希望这个国家 有他们掌控 所以啊 这个确实是 我们需要引起 高度关注的问题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向您请教的 就是 您觉得 因为时间 我们已经从2018年 进入到2019年 您觉得2019年 中国会有大的政治变局吗 政治参策 第二次最危险的事情 就是啊 这是什么 包括就是说 以前很多很多的政治人物 对共产党 做了一个判断 实际上一个判断 实际上判断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最危险 最关键的问题 是中共是一个铁幕国家 铁幕国家 我们就很难掌握到一个 正确的资讯 那么我们对共产党的推论 完全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事情来推论 那么如果从2018年 所发生的事情来推论的话 特别是2019年 开年 正确夫教授的 精锐一生来推论的话 我相信 2018年 2019年 绝对不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 这一年当中一定有出现 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些事情 都不会是对共产党利好的消息 都对共产党一定是一个坏消息 第一 虽然我们现在看来 刚开始贸易转的时候 习近平口气非常大 怎么一牙怀牙 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自力更生了 但是不久就变了 是不是 你看最后的歌是 这个中美会谈 习近平低着头 念了四十几分钟 一条一条 逐字逐句的都统一了 美方提出的条件 那说明 习近平这个人 还是一个敬畏主义者 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如果说是真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个共产主义者 一个玛丽主义者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意志方向的 但是他还是改变的 那是说明一个问题 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国的领导干部 都是机会主义者 机会主义者就是 就是邓小平的 不管黑毛黑毛 会同老鼠就是好毛 这个好毛就是说 这要能够 让我们共产党这个政权延续下去 什么事情都可以干 这是他们终止 维持政权 是他们终止 那么 从这个前提出发 就是说 共产党 他不是说 两手动力 两手动力是对老百姓 在国际社会上 他是变胜了 他是会不断的根据国际的形式 在修改自己的 政策 这一点我们也是要看到 那如果说 习近平 是一条道走到黑的 我指的是 国际社会不是 不是中国啊 中国政治 他是一条道走到黑的 没有问题 在国际社会 他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 他有很多很多的变数 那么 这就是因为 中美关系 还是影响到 中国 国内的政局的 变化 稳定 都跟中美关系有关 那么 习近平是 一定是看到这一点 他知道中国现在的 垂直垂直 可能发生变局 但是他是想 我这要把中美关系 这一局 搞稳定了 我不怕国内变化 我相信 现在 以 习近平 为首的 中国这一帮领导办事的人 都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又回过来说 因为中国是铁木国家 那么 现在这些 所有的 中共领导人 包括就是 习近平身边的人 他们怎样的想法 是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 他们都清楚 如果说终身制的话 习近平 这个终身制 要了他们的命 就是说 在他们 可以看得到的 政治生涯当中 就是说 随时随地 每一天 都可能是在那 降临 他们每一天 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个恐惧 并不是说 我就是 完全的 信奉你 习近平 做你的狗 做你的爪牙 就可以避免了 不可能 某时代 已经做了一个 最好的 最深刻的一个教训 那么 这个时候 党内会不会有些 眼镜家 我说这个眼镜家 是正面的 是不会在一个 关键的时刻 抓住了习近平的 某些失误 那么 这个可能性 也是 存在的 还有一个 这是不可预料的 可能性 最大的可能性 是 中共现在 已经处在一个火山口上 中国的各地 每一个阶层 从最底层的老百姓 一直到 中国的富双 都是不满于 习近平 这四五年来 的 一个政治生态的改变 包括经济生态的改变 那么 维权运动 是一浪搞过一浪 而且 营成了 尖位的冲突 那么 更还要表 就是 新疆的集中营 包括这个 西藏的 这个 公司恐怖 那么 这一些 稳定这一些 是需要 经费的 就是我们说的 维权开支 就维稳开支 那么 中国的经济 赢不允许 逐渐 每天 每月 每年增加的开支 中国的 经济 赢不允许呢 这个我们可以分析出来的 是不允许 现在很多 连警察都开始违权了 为什么呢 工资发不出来 现在很多地方的 政府 公务员 工资也发不出来 公务员工资发不出来 消极代工 维稳的 安全部门 工资发不出来 也消极代工 那么这个维稳 就不可能 维持下去了 中共一旦 维稳 心扉没有了 或者是不够了 那么 下面 民众的 起义 反抗 他就 顶不住了 这时候 中共的 党内的 某一些 想出来 把习近平搞掉的 这些干部 就会 集合 底层 的 维权运动 把习近平 干掉 所以说 前面我想的 这个党内的事情 是不可预测 我们也不知道 哪一位 是以后是 要 是黑马 要习近平运的 我们是 也不足猜测 是吧 也没有办法猜测 但是 民间的 风气云涌的 维权运动 反抗运动 那是我们是 可以推算出来的 陈先生 正如您所说 我们其实 预测一个 政治家 或者预测 一种 一种结果 确实是 很难的一件事 因为 关键的问题 是有很多 变数 在一个中共 它又不透明 所以很多资料里 其实我们 无法掌握 你比如说 经济数据 它可能 它公布出来的 肯定是 有很多水分 比如说 GDP 也有人 经济学家说 那实际上 它是个负数 它不是现在什么六点几 所以我们确实有难度 但是呢 我看到您的文章里面 您提到 说中国这种 宪政民主的潮流 是无法阻挡的 我有时候也感到很纳闷 因为你说 这个潮流不法阻挡 这个盛中山先生说的 是吧 世界潮流浩浩桑桑 但是你想 那个毛泽东领导的中共 按道理说 它也是一种逆流 但它之后也成功了 像那个希特勒 原来德国也有民主宪法 它之后也是 好像历史 我觉得好像不仅是 奔腾向前 它还会有逆流 所以您为什么会认为 这种趋势无法改变 历史的发展啊 就是说 它完全不是一条直线的 我们以前说 螺线式的发展 也可能有很多的反复 这历史都一再证明了 这个历史的发展 从来都是 不是以直线的方式 那么中国追求 宪政民主 已经一百多年了 清末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那么 到了 国民党的时候 那么已经建立了 初步建立了 历史民主 那么就是 但是这个历史民主是 国民党建立的历史民主 是相当初级的 又是非常脆弱的 又处在了一个 非常 一个国际社会当中 一个刚好 处在一个 日本 军国主义 打进中国 那么 这个时候又有国际社会的 共产主义的影响 就是 按照我们的 普通的说法 就是说 一身炮箱 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族 那这是一个是一流 那这个 这个一身炮箱的马力主义呢 本来已经是完了 红军书区 已经基本上搞完了 是 已经开始 两万五千里长征了 什么两万五千里长征了 已经溃逃了 是吧 已经搞完了 这个时候 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时机 就是说 这时候 日本人打进来了 那么 日本人打进来 这时候 那么 在中共 非常敏锐的 抓住了这个时机 就是说我们要 全国团结一致 共同抗认 而且 我们愿意 服从 服从 蒋卫院长的指挥 把 中国共同红军 改成八路军 形式军 那么 通过 这样一个政策 是中国共产党 在即将被消灭的时候 袭击断的 其实回事 这是 遇到了 按照说到历史的际遇 这个际遇是什么呢 是以中国被日本清了为代价的际遇 是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为代价的际遇 所以说 这也是 中国 在宪政民主的道路上 一段 非常 令人 痛惜的意思 本来 没有日本 打进来的话 中国的宪政道路 可能会走得比较 顺畅一点 那么 好了 日本人 八年看转 在盟军的帮助下 应该是胜利 这个时候 国军 已经被打得七零八少 而共产党 通过八年的 修养 政息 又得到了 苏联的大量的运作 包括 较强的日本的武器 使他 很快的 通过三年的 解放战争 把 大陆的政权拿下来 那么 在下面 中共建政以后 以共产党 把 以前 向人民许诺的 这些民族 自由 全部 一刀 干掉 那么一直到 今天 所以说 我们的历史 中华民族 是一个 多争多难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 讲 我认为是 最正确的 我们 民族的道路上 不平平常 非常的 艰难 那么 好了 这是一段历史 到了八九年 天安人事件时候 如果说 当年 这个时候已经 也是 中国 也是一个 相当危机的时刻 但是 全球对中国的制裁 没多长时间 马上 解冻 那么 中国 以 加入 世贸主则 为标志的 直接跟 国际社会 的经济 打通 那么是 中国的经济 高速的发展 但这个 高速的发展 是以 敌人权 环境的破坏 社会的 不公为代价 是吧 这样一来 是一个 本来已经是 又一次 即将 灭亡的 一个 中国的政权 第一次是 红军时候 第二次是 毛时代 毛起初的时候 中国这个 共产党 已经是 延远些 是吧 但是 这个时候 西方社会 向中国政权 胜出了 愿主之少 是我们 中国的民主道路 宪政道路 中国人民对追求自由的 加重了 困难 所以说我们 你看民运人士在海外 已经这么多年了 苦苦的坚持 这么多年 都是因为 本来应该就是 我们的理念 我们追求的目标 是跟西方社会是一致的 但是西方社会 对于我们 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愿 这是基于 同情 没有实质性的支持 他们就是把 他们的国家的实力 去支持 一个 绝权的 中共政权 是一个 给中国老百姓 带来灾难的 一个政权 是这个政权在四十年当中 齐齐般的发展起来 所以说 我们两次 大的事件 一个就是 日本清理中国 帮了共产党的忙 使中国的民主道路 被阻断 那么 到了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 又使中国人民 一次机遇 走向民主宪政的一次机遇 但是这个机遇 又被西方社会的 模糊不清 认识不清 还有看中了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的利益 所耽误掉的 那么我不知道 第三次机遇 什么时候开始 但是 从 2018年 我们看到这是机遇的苗头 苗头已经看到 这个就是以 川普总统在对中国转开的贸易的 包括就是 彭斯总统的 政治性的讲话 中国的民主道路 既要靠我们中国人民的 努力奋斗牺牲 但是 国际社会的大环境 国际社会的知识 也是分不开的 因为 为什么呢 现在比 上个世纪 情况完全不同 其实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社会 跟世界的经济 已经永合在一起 陈先生 我认为您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您把历史的 有历史的众生感 您提到了抗热战争 也提到了天安门事件 并且把这些事件串联出来 最后形成了您的一个结论